据环球网6月22日报道 中国外交部罕见提醒本国在阿富汗公民尽早离境 在美军于9月11日完全撤离前 塔利班加强了对战略地区的袭击 阿富汗国防部发布声明表示 仅21日一天 阿安全部队与塔利班在查布尔·拉格曼等约10个省份发生冲突 共击比172名 击伤53名塔利班成员 一名在喀布尔周边工作的中企员工表示 在阿中国人军在影地内活动 从影地感受到的情况来看 周边地区警报频传 每天都是听着枪声入睡 政府军的直升机经常在空中盘旋 根据中国使馆的要求 刘阿公城项目影地储备了45至60天的应急用品 包括食物水和防御物资 6月12日 中国向阿富汗提供的70万剂新冠疫苗送达喀布尔 使馆正积极统计安排在阿同胞接种疫苗 从5月1日起 美国和北约军队开始撤离 5月11日 塔利班突袭并夺取 瓦尔达克省尼尔赫 塔利班宣称 已夺取40个区和多个政府军具店 践距多个省会 半岛电视台称 目前阿富汗的形势和塔利班 全面夺权前的90年代一样 阿富汗前总统 哈米德·卡尔扎伊痛斥美国 美国留下的遗产 是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 正处于彻底耻辱和灾难之中 阿富汗前总统